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新生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爱消息 出大事了 这一场乌克兰为国战争反侵略战争 一个关键的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那是出现的 最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 乌克兰突然宣布大消息 把普丁丁关键的开关给关掉 一举就关于天然气管道一举摧毁 可以这么讲 这将彻底掀翻普丁丁的小池塘 它整个占国民经济命脉 一半甚至以上 一度能源产业在俄罗斯里面 百分之七八十整个国家的运行就靠它了 结果现在一下子把它关掉 这也解开了这过去 比如乌克兰为什么发动对库尔斯克的在意这一轮攻击 以及背后很多的条约现在都扒出来了 所以都已经透露出来了 所以就看得出来一盘大棋 一盘大棋 普丁丁彻底完蛋 彻底完蛋 除了天然气管道这个问题 里面的细则等一下告诉大家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真的是解释了过去 为什么中国跳上跳下呀 你乌克兰人民啊 为什么要反抗啊 赶紧和谈 为什么他们这么急于要和谈 我们就看出来啊 他们不行呢 另外一头还有一个就是原油啊 也是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命脉 也是全球众多独裁者的一个 你包括中国买了一大堆高价的原油 结果现在原油啊轰然下跌啊 这里面也也是解决了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妄图对全球输出通胀的这个邪恶的图谋彻底破产啊 所以原油的这个彻底破位彻底暴跌啊 也是也是联合起来分析 那另外一头呢 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大选啊 美国大选这个战情啊是非常焦灼啊 可以这么讲 那个大家如果在市面上看到啊 什么啊 川普赢了啊 或者说这个这个基本上那个这个哈里斯文了啊 这都不属于事实啊 真实的情况就是非常焦灼啊 非常焦灼 而这个这里面究竟两方面有什么大招呢 我们看到这个哈里斯摊牌了啊 摊牌了啊 可见这这边也不是次数的啊 还有川普那边呢也是进行最后的冲刺啊 所以两边那个最新情况呢 我们报道一下啊 还有也会给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就现阶段了 毕竟还有两个月 究竟会出啥事 我们也不知道 是吧 就只能说按照现在这个情况 谁比较领先 谁的比较可能会赢得这次选举 都给大家分析分析啊 大家比较关心谁会赢呢 啊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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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啊 所以我们凑在一起分析分析 当然那个美国大选跟中国经济 还有俄乌战争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我们相当关注啊 是吧啊这个 那我们先说说乌克兰这边啊 有一个最新消息啊 让人毛色顿开啊 你没想到有这么一招啊 乌克兰突然宣布大消息啊 详细来看看 当地时间8月30号 其实就几个小时之前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顾问波多利亚克啊 接受媒体采访 向西方媒体爆料啊 啊采访就表示 乌克兰将于明年1月1号开始 停止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过金运输 也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俄乌战争 这个冲啊 这个战争爆发以来啊 啊这个欧洲啊 对俄罗斯进行了素人制裁啊 但是这个这个现在啊 我们要知道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呢 仍然啊有一部分啊 这个这个啊 欧洲的国家呢 或者说他他确实实际需求 他仍然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仍然进入啊 在这里面啊 包括你比如匈牙利啊 一些个个特别个个是吧 这这些文艺啊 这个奥俄班啊 这这些啊 不 是吧 然后里面啊 这个最新数据也显示了 今年5月份为止 欧洲啊 我们看一下数据啊 里面欧盟还有英国啊 瑞士 塞尔维亚啊 波黑以及北马其顿等等国家呢 啊里面呢 这这这确实都有使 还仍然有使用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啊 占到整个这么多国家大概吧啊 一个平均数啊 仍然有15%左右啊 有些国家多一点 有些国家少一点 比如英国很少了啊 啊 那有一些比如啊 什么塞尔维亚 他可能啊仍然使用相对较多啊 然后这个整整个欧盟的那个使用的 美国天然气相当于美国等一下会说到美国天然气这个问题 啊 然后这里面呢 啊 如果乌克兰的输气途径啊 被关闭啊 那俄罗斯向整个欧洲大陆啊 输送天然气将会彻底中断啊 彻底中断 因为哎呦 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不给他中断 你这个就有些人就是这样啊 大家都在罢工啊 你看这两天不是澳洲有一个新闻 我看到大家都在罢工 哎 你看那个啊 有一个有几个在华 啊 中国人啊 这这中国籍的司机啊 不断的啊 这个这个拿单啊 你看这啊 就搞这种动作嘛 是不是啊 啊 所以这个里面就就有一些他仍然使用啊 但是如果按照最新情况来计算呢 啊 这一彻底停止呢 将会对俄罗斯整个天然气的出口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那就彻底完了 他整个彻底完了啊 啊 在其实呢 这个这个东西它也是合理合法的 这个乌克兰这边它是有充足的理由 因为呢 在这个俄乌战争发生之前呢 两国呢 是曾经是有一项这个协议啊 协议呢 是在2024年12月份到期啊 啊 所以乌克兰这边呢 也是考虑到欧洲这边的消费者的使用 乌克兰也是有礼有节啊 也不不像俄罗斯一个流氓是吧 乌克兰这边做事是比较稳妥的啊 所以就这个协议我们按照协议现在到期了啊 所以乌克兰不再同意俄罗斯通过乌克兰的管道系统啊 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啊 之前就是俄罗斯卖天然气 然后乌克兰呢 这个是收取一定的过境费啊 当时带着过境费也是对乌克兰不是不太公平的 比较比较便宜的啊 是吧 所以就就这个情况 然后这个当然这个这个乌克兰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能源呢啊 由于这个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欧洲的天然气这个期货价格呢啊 没有太大的变化啊 比较淡定啊 也一度有一点点上涨了不算很多啊 然后迅速慢慢就回落了啊 对价格的影响真不大啊 也要证明什么在整个欧洲天然气市场啊 俄罗斯的天然气是完全可替代啊 经过几轮的这个啊 啊 去风险啊 你包括现在对中国也是去风险啊 啊 现在做成啊 做啊 成效显著啊 成效显著啊 这啊 所以这也解释什么呢 这个乌克兰之前不是公布俄罗斯啊 掌握了什么一个关键的一个一个开关口 就是什么呢 就苏甲天然气计量阵啊 就现在整个区域就已经在乌军的这个控制底下啊 所以乌军也是两手准备啊 既来文明的啊 软硬兼施啊 软的是我们这个协议到期了 我们有权不续签啊 那那你要是不过境的 那是合理合法啊 然后硬的一手呢 也要上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也是要把控这个开关啊 就到时候他不认账啊 乌克兰说我不不续签啊 但是他仍然通过这管道这个到到时候乌克兰如果强行的 比如这个啊 破坏管道啊 以另外的比较比较不体面的方式来做呢 对乌克兰这边就比较吃亏啊 所以现在乌军这边他是软硬兼施 也是给大家这个啊 打这对市场吧啊 对市场打下的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 就是乌 其实乌克兰早都通知了 这个是不会续签的啊 所以把他停掉开关 我也我也给给你控制控制掉 那现在大家都没话可说了啊 没话可说了啊 不要到时候这个出来几个什么匈牙利啊 这些玩意儿是吧 啊我们呢啊 匈牙利人民呢 冷着了啊 冬天呢啊 你乌克兰呢 你怎么不让俄罗斯天然气进来呀 是不是啊 哎呀我们欧洲很依赖俄罗斯天下 到时候就会唱这么一出啊 所以乌克兰这边也是两手准备 啊做足了准备 那是什么 就彻底摧毁啊 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产业 这这我们看得出来 乌军这一轮进攻啊 他不是纯粹的战争考虑 他更多的啊 除了战争考虑以外 还有很多的政治考量 经济考量 对于俄罗斯整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啊 舆论呢 还有这个冲击啊 还有这个里面他可能有人要造反啊 到时候都吃不上饭了 真的个比比前苏联都还不如了 出苏联解体之前啊 所以都普丁丁啊 给给他20年啊 还你一个这个伟大的俄罗斯 哎呦凡是这些啊 这个听上去要小心啊 什么习近平啊 伟大复兴啊啊 是吧 那你让我来上几年啊 保证保证给你一个一个啊 强大的叉叉叉 一律这些都是非常危险 是吧啊 这这都是什么啊 都是搞诈骗 是吧 都是搞诈骗 所以这 这里面是吧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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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页啊 也是可以看出来解释过去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反复想停火 一个他们打不过就想停火吗 我们知道 如果打得过20小时拉下几斧 所以一开始他就把这个节奏拉得很快 我们知道当时俄罗斯一下子就想把乌克兰整个拿下的 只是他拿不下啊 啊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之后打打不下呢 他他就想停火 想停火 其实现在的情况 大家真别说 其实乌克兰应该是很顺利 按照我的观察 为什么呢 乌克兰选择继续往别尔哥罗德进攻 我看到的是他他往东打 这个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乌军游刃有余 如果乌军不是游刃有余 他不是打别尔哥罗德 他不是往那个方向打 他应该往基辅这边 布良斯克这边好打点 啊或者说这像像莫斯科搞点突击 是他但是我们看到他不是他 他可以讲这个我们看出他计划很深 考虑到里面有一些协议啊 这这些他都通盘考虑了啊 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决策机构 不是我们那个存存像普丁丁的几个独裁者 或有限的脑袋去拍脑袋做的 他是研究了里面很多条款细节做出来了 现在乌克兰继续往东打呢 我感觉他那就是选择了最高收益啊 但是可能最难的一条路就是就是反包抄 是吧 但是他选择这条路证明什么呢 证明应该是游刃有余 如果不是或者说他可以直接就守着输甲就可以了 他可以拿都不打 是吧 守着输甲就够了 输甲这个应该很好守的嘛 这边旁边就就就乌克兰那个是吧 但是可可见啊 可见啊 这个这个是有很深的考虑的啊 这边啊 绝不是什么 当初又说他是来骚扰啊 现在都不是啊 都不是这样啊 那那些什么俄粉呢 都是想错 都是想错啊 这为什么中国很想停 包括俄罗斯很想停战 就是因为不停他知道这个协议一到期呢 俄罗斯这边就很难弄 过去这几年除了中国的支持 俄罗斯仍然可以出口一定的天然气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俄罗斯整整个摊子他还能维持 但是到了明年俄罗斯就很难办 因为到了明年 他所有就整个是彻底整个收入没了 如果俄罗斯整个收入没了的情况下 中国单方面就真是全亏钱去支持 中国这边也受不了啊 哪怕细胞子这个这个孝子他想做党内的压力 还有全国的压力也会更大 所以整个形势会更加对中国俄罗斯不利 另外一头我们也看到啊 其实美国最近啊 这个德克萨斯的天然气呢 是下跌很厉害 这整个天然气价格创历史新低 甚至一度跌到负值 为什么 美国这边天然气很多啊 很多啊 所以就有充足的准备到明年彻底替代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这个大将来小粉红五毛就会说啊 美国又发展正采了 是吧 是吧 又又拿这一套来说了 只能说人家美国是真正的地大物博啊 这个这个 然后然后能够以前的这个恶战的时候 日本也以为一个偷袭珍珠港就搞定美国 结果美国那个军舰上下脚趾一样下 人家一开死机器 那这个什么什么都根本就跟不上 全球没有一个跟得上啊 所以这个美国这边彻底彻底满足啊 所以在这里面包括美国还有这个乌克兰各方面 它是有一个级密合作 我们看得出来啊 你包括欧洲等等等等的啊 这个这里值得一提的这个原油原油价格 昨天晚上也是暴跌啊 这个原油价格跌3.02%啊 又跌到73了啊 所以啊 按照这个欧佩克的最新这个消息呢 说到10月份会继续进行石油的增产 会不会美国也跟沙特 还有现在中东这一块彻底谈好啊 所以一环扣一环包括啊 这个通胀问题中东问题原油问题 问题我们发现有千四万里的关系啊 这里面真的看上去是很像啊 很像拜登做的事情啊 拜登就是啊很计划性啊 这个城府很深做他做的计划是很深考虑的那种啊 现在现在看来啊 那那我们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啊 然后这个原油价格的下跌呢 也给俄罗斯什么维瑞拉啊 整个体系造成这个这个打击啊 也也契合什么样的一个通胀这个话题 因为全球也是被他输出通胀 然后压力也很大嘛 现在也解决这个通胀问题 这是输出通胀影响全世界 然后这也是中国的一个套路 因为中国说啊 你看我这个给全世界很便宜的东西 你看你加关税啊 你什么你看你通啊 这中国就想把它混在他的议程里面 因为中国这个这个出口 美国要关税 这些跟通胀是有关系嘛 然后搞俄乌搞中东啊 这个哈马斯那里是吧 这都都跟通胀这个话题有关 所以都都都背后都有中国共产党这种 侧应的身影啊是吧 呃 这是一头啊 另外一个还有是我的猜想 就是看上去觉得啊 觉得这个法国拿下那个那个电报 那个那个老板这个事情呢 俄罗斯现在是很跳脚这个事情 我我们有机会在说啊 因为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那个软件呢 俄罗斯很多军用部门也在用 那法国现在作为欧洲的领头羊 他拿下这么一手 是不是也有侧应乌克兰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在里面 因为这个是不能公布的啊 是吧啊 但是这这很难说啊 就会因为法国很早就说要北约要直接出兵啊 法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很积极的啊 毕竟他们在欧洲前线嘛 啊 所以这这难说啊 这难说啊 所以俄罗斯现在看来他是完蛋啊 另外一头的赶紧报导一下这个 美国大选情况啊 那美国大选情况最新我们看到是非常焦灼啊 因为这有一些那都不是那都是 不是这么把军分析了 只能说那是拉拉队啊 什么这个川普肯定赢了啊 这个你看哈里斯更好战胜 更好战胜你拐了半天 你现在又急眼啊 是吧 又又又又说其实这就不是事实啊 那属于这两方面都会打很多舆论战 两党都有舆论战 只听一边都是错误的啊 这边你看到这个川普这个这万一彻底完蛋 也不能说川普肯定完蛋啊 虽然说最近上升势头比较猛的明显 就是哈里斯民主党这边啊 然后川普本来是赢了的啊 川普现在很恼火是吧 川普很恼火我明明赢了 怎么突然间我失了啊 现在他也是很着急 我们看到他这也是很着急啊 他就是他也做了一些这个动作 在我们这个一个人来说 先说哈里斯这边呢 他也是你看他跳出来啊 誓言在移民问题上啊 你看这对采取强硬的态度啊 这个你看移民问题我们的坚决啊 你看他这个说法就你看就又往中间靠了啊 这个他就说啊移民啊啊 我们必须遵守法律 我们有有法律啊 我们移民有法律啊啊 法律针对并处理非法月经者啊 这个非法月经者应应当啊承担后果啊 这个这个这个说法也出来了啊 所以就其实就跟台湾当时蓝绿差不多 最后都会往中间靠啊 你看那个国民党出来我们也是反共的 是不是啊或者说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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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 也会说一些我们是追求和平的 是不是啊 这个最后都会争取中间选民嘛 所以就这个情况嘛 包括川普 川普如果真是十里三路不换奸 他是赢不了的 所以我们看到川普也会跳出来啊 他会说什么呢 我也支持堕胎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啊这个川普也也跳出来搞了很多福利性的政策 大家有有很多 所以这只只是单方面分析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啊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哈里斯搞福利 其实福利这方面啊他有一个对比 我看到啊这个财政赤字啊 其实按照按照这个方案来讲 川普的财政赤字并不比民主党小啊 川普最新就跳出来 我们也支持啊这个啊体外受精啊 就关于什么这个这个补助啊 这个不愿不愿不愈治疗啊 还有这方面啊一个一个 这可能也不符合了当初什么这个啊 政政八经什么什么这个基督教啊 全传统价值观 这个也是不符合的啊 什么是人工事馆啊 还要对他进行补贴啊 这个就就就就跳出来啊 允许这个东西了啊 说我我们支持啊 如果我当选了川普最最新跳出来说 如果我当选了我支持这个人工受精啊 我支持而且要对人工受精啊 这个不愿不愿治疗进行补贴还要补贴呢 所以这个他最后都是往中间 除非就不是搞总统选举 所以我之前也说了 选总统最后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民主体制啊 是吧 最后你们这些候选人总统都得听谁啊 听选民的 选民爱听什么 你们来什么 是啊 你看你看 你们的两岸要和平 是不是啊 啊 我们也是要和平 我们要维持现状啊 但是我们不要跟中国统一 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台湾台湾 是不是啊 这就是选民的意愿 是不是啊 然后又要拿出这个意愿以外的具体的执行措施 比如台湾那个那这个柯文哲当时啊 这问题就是他没有执行措施 他全是愿景啊 说两万要和平啊 这个台湾要要这个独立 是不是啊 所以就这个情况 也要什么啊 谁的支持者两边都有支持者过去 对我们看到有的就说啊 民主党有支持者支持共和党 然后共和党也有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 也有两百多名共和党的议员 都在公开场合 他有一个联名 我们都会将票投给这个民主党哈里斯 所以其实两边的过去一百多年都是这样 都不啥新鲜事 这这证明什么 这再放在台湾或者放在日本 这其实都是无法想象很少的这种情况 就是你这个是民主党的跑跑去 接着支持共和党 共和党的又有两百个议员啊 联名支持哈里斯 这这就是美国的民主 证明什么 美国的民主相当优秀 是不是啊 你放在哪个国家 这就是叛党啊 叛党叛国 中国共产党跑去反反党 这这但美国就可以 是不是啊 甚至你这个哈里斯也说了 他当选也会召召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共和党人可以进内阁 所以最后就是就是混在一起啊 那至于谁赢啊 这个这个时间有限啊 时间有限 我们周末直播的时候可以探讨啊 可以探讨啊 这只能说实际情况是非常焦灼啊 但是呢 现在上升势头比比较明显的啊 就是撒哈里斯 但是能不能获取到选举人票啊 这还要看这个这个中间州的这个激烈这个这个选举 所以啊 虽然说民调哈里斯比较领先啊 最后最终结果仍然不好说 先说这么多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